波蘭的救援工作人員從迎頭相撞的兩列旅客列車的殘骸中又找到一具屍體 使這次事故的死亡人數升至16人 有關官員說他們相信已經找到這次撞車事故中所有的死傷人員 救援工作人員星期日整個晚上都在列車的事故現場 營救生還者和尋找遺體 死傷者大多數是波蘭人 但死者當中有一個美國婦女 傷者當中有來自烏克蘭、薩爾多瓦和捷克的公民 列車相撞在鐵路上留下了幾噸的廢鋼鐵 有關官員說星期六晚上兩列火車在同一個軌道上雙向而行 在波蘭南部十設科齊內相撞 有關官員正在對事故展開調查 以確定其中一列列車為何會出現在錯誤的軌道上